拒绝废话 波罗里达一名51岁男子 突然到水杯攻击室友 水杯没记住就抽出黄油刀决一死战 他是个无神论者 室友单纯因为长得很像耶稣 波罗里达一男子在妈咪的布里克尔大道的吊桥上进行攀爬 他被蜘蛛咬了 感觉自己要变成蜘蛛侠 就去爬桥 最后还给他爬上去了 为什么说韩国的汉江快赶上印度的恒河了 因为在2020年的水质检查中 汉江里被查出了西地纳菲超标 而且每到了周五时 浓度还比平时高出两倍 公交车票价仅两元 为何运行多年仍不亏本 因为他有广告收入和国家补贴 你不知道的日内网公约对待战俘的标准 每天工作不能超过八个小时 每周一定要休息一天 满一年可以享受带薪休假八天 薪水按时发放 并且不能以任何形式殴打辱骂战俘 为什么说在路上看到折了三角形 或者其他形状的百元大钞 尽量不要剪 因为这很有可能是别人用来消灾解难的 或者是诈骗分子的把戏 为什么日本一人到中国的第一件事 竟然是去吃西瓜 还要抛出吃瓜照片 开心的像个孩子 因为在日本西瓜太贵了 为什么说身体里的铁 能做成一枚普通的钉子 因为一个成年人体内铁元素含量 一般是三到五克 八种不能吃的隔夜食物是什么 你都知道吗 一隔夜糖心蛋 二隔夜海鲜 三隔夜豆制品 四隔夜西瓜 五隔夜绿色蔬菜 六隔夜牛奶 七隔夜汤 八隔夜菌菇类食物 如何判断男生好不好色 在评论区打出HS 90%的男生都是黑丝 如果不是 那他很有可能是个丈人君子